语言 你工作上最大的乐趣是什么 最大的乐趣是写bug 完了之后再解bug 还得先写出来 所以你写bug能力很强 对因为别人的bug不太够我解 对PD 对PD fix了一个bug 因为我旁边坐在大学 待会记者帮我去找问题 看别人写代码 找别人的bug 比如说你写这个代码 一次写完就提交通过呀 这种之类的 有这种事吗 那 发生过 工作上有什么事让你很崩溃 最崩溃的事 崩溃的事就是我写了bug 没等我解呢就上线了 就bug 因为bug太多 永无自尽修不完 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有故障 这是比较崩溃 我想把他提给我的需求 让他自己来 他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我 我们是无所不能的 仰冒兴奋的同时也要脚踏实地 就这个就行了 请对开发哥哥好一点 谢谢 跪下 他不开心 他跪下 那你有没有担忧过你的发现线 我还好我头发特别密 所以说我选择了这样 那你是不是入行不久了 我入行也挺 我也是个资深的技术专家了 微联网址也是跟我同款发行者 所以我并不担心 现在还好吧 反正一天天也变高了 拥抱变幻了 非常担心 太担心了 我现在已经是 我女朋友天天说 我头发已经快没了 非常担心 你觉得呢 这么高的女生是谁 那当然是我女朋友啊 我女朋友 迪律热吧 我程序员的女生都是高媛媛嘛 那是我们自己写的代码女生啊 那你知道杨树林是什么吗 不知道 杨树林是什么呀 不知道 不知道 杨树林不知道 这个还真不知道 不太举了 是吗 有请兔淘嘉宾 美国东北老铁小美 重启专家水域 碳鸟程序员程序员程序 歌大学霸忽兰 两代单传程序员程月 以言服人又选 网红畅销出作者古静 有请主持人 肖大一哥 史严 大家好大家好 太开心了 今天我特别开心 能够来主持 我说史严 你们有人认识我吗 对 看看啊 这都是我淘宝上买的粉丝 对我们来自 有一个节目叫吐槽大会 大家都看过吗 看过的鼓舞掌好不好 哇 哎呀 看你们工作量真的很不饱和 你们最喜欢谁 吐槽大会里面 好的我们的吐槽会到此结束 哎呀果然做技术的都不太会聊天 对不对 当然我开玩笑 我今天特别开心能够来到现场 看到这么多热情的观众 后面还有一些人举着一些牌子 你们看到了吗 我的天呐 如此 如此高科技的应援手段 对 我今天特别开心能够来到运气大会 真的 我上次看到这么多搞技术的人在一起 还是在交代的时候 在场有多少做开发的朋友们鼓舞掌 好不好 哇 你们的工作真的很不饱和 有多少产品经理鼓舞掌 好不好 你们产品经理也来了 怪不得刚才那些开发工作不饱和 对 你们产品经理来的时候 看了我们这个海报了吗 我们是程序员吐槽会 你们知道吗 你们是来当靶子的吗 你们真的很有勇气 我们为他们的勇气鼓舞掌 好不好 对 现场有多少人跟我一样 是第一次来云气大会鼓舞掌 好不好 第一次来的 哇 这么多吗 我们这个破活动好像也没有什么回头课 是不是 对 第一次来挺好 第一次来挺好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来 对吧 这个我之前 也不太了解我们这个云气大会是做什么的 因为我也不搞技术 对吧 我大概是台上唯一一个跟技术没有任何关系的 然后我就问他们 这个云气大会是做什么的 他说你可以这么理解 对你来说呢 就相当于一个奥斯卡 我说哦 那就是很高大上的意思 他说不是 就是云气大会和奥斯卡都跟你这辈子没什么关系 没关系没关系 反正我也来了 不光我来了 我还请到了我们很多做开发的朋友啊 我们要欢迎的是小美水域程序程月孤进 掌声送给他们 我今天看到这么多这个搞技术来吐槽 其实我也很新鲜啊 就是古话说的好 大家知道就是君子动口不动手 但是我知道程序员不太一样 他们好像比较喜欢动手 对吧 不太喜欢动口 他们吐槽也不会真的当面跟你说 可能就是把吐槽的话用手打进注尸里面 对不对 当然不光是开发 我们今天还请到了一位产品经理 而且这位产品经理呢 是我们今天唯一的女生 我们欢迎又璇 大家就又璇长得好看吗 真的是没有见过什么世面 对之前呢 有人跟我说就是又璇是产品经理里面 研制最高的 这话也不是我说的 这是又璇自己说的 最后我们还请问了一位 专业的吐槽人员 大家都知道这个忽兰 忽兰呢 据说是我们吐槽界编程编的最好的 这个我也没法判断 因为不懂呢 但是 是磅礴 你们真的不会聊天 磅礴今天又没来 这个屏幕前的磅礴你好 今天现场有位你的粉丝 但是我刚才听声音是一个男粉丝 而且他长得真的很丑 你们还是打代码吧 那是不是程序员界吐槽吐得最好的 至少今天之前我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今天之后呢 我还真不好说 但是我们还是要欢迎互兰 他们今天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参加吐槽 你们在场很多人 我相信也是第一次 现场看吐槽 对不对 现场第一次看吐槽的鼓掌 好不好 好 那就好办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要给大家科普一些规矩 好不好 就是现场看吐槽 有这么一个规矩 大家听我说好 就是一会儿呢 他们会讲一些段子 如果他们讲段子好笑 就笑 好吗 对 不要憋着自己 好不好 来 刚刚那个很丑的粉丝 你笑一个 好不好 不是 笑出声 好吗 不仅丑 还没有什么逻辑和理解能力 你是怎么当的程序员 真的是 好 不要憋着自己 好不好 但万一一会儿 他们讲的段子不好笑 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我教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 破解尴尬的方法 好笑 哈哈哈哈 这一看就是看过的啊 请大家一边鼓掌 一边大声的喊 好笑 好不好 我怕你们看不懂啊 我专门翻译成了 你们能看懂的语言 来屏幕出一下 好吧 好笑好笑 我相信这次大家都 我相信现在大家应该都可以看懂了啊 再看不懂的呢 应该就是产品经理了 好吧 好 我们来练习一下 好不好 我来练习一下啊 大家听我指挥 321 好笑 非常好 知道这个我们就可以非常开心的 开始我们今天的吐槽了 我们第一位要上上的选手呢 其实身份非常的特殊 他是一个国际友人啊 不过他有个中文名字叫小美 小美刚来中国的时候 其实他是在一个英语培训机构当外教 换句话说呢 就是没有找到什么正经工作 真的觉得好笑也可以鼓掌 开玩笑 开玩笑啊 小美我觉得他能去当外教 绝不仅仅是因为他英语说的好 我觉得呢 是因为他长得就像个外教 你们可以看看小美是不是特别像 从英语培训海报里面走出来的人的 太像了啊 当然小美这几年进步也非常的大啊 学员都夸他 这个汉语讲得越来越好了 但是他汉语讲得再流利呢 我觉得也毕竟只是他的第二语言 他的第一语言 永远都是Person 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美国的小美 大家好 我是小美 来自美国 我首先想跟大家说 我本来特别紧张 但是现在不紧张 为什么 反正你们都是来看 忽兰 我老婆是东北的 其实我也是东北的 美国东北 所以我们俩这个家怎么形容呢 就是 阿曼内嘎的都是东北银 不好意思 我普通话可能不太标准 毕竟我的母语是东北话 我来中国之后 我听说了一个说法 我听说了 只有中国人会穿秋裤 我作为一个美国东北人 想告诉大家 这完全是地狱启事 我们美国东北 也穿秋裤 但是 但是你们东北 中国东北的秋裤 老后了 老后了 我穿上了之后 我腿都是这样 这个用普通话怎么形容呢 好像是 布朗盖 布朗弯 咋的 你们笑啥 我老婆说这个是 我老婆跟我说 这个是标准的普通话 不是吗 我是一个架构工程师 我来阿里巴巴是带着我技术的梦想 结果呢 我技术的工作没啥 都是接待客户 当主持 在云气大会 当个导游 我给你说在中国工作的老外 我们就像一个调料 跟自然一样 洒一洒 有国际味 真香 international 开玩笑 但真的是 没有开玩笑 我在工作当中 还有一些 技术含量的笔术座 我最多用的技术能力 就是我的母语 我有一天 我问我老板 你为什么不招个翻译呢 我老板跟我说了 小美 你比翻译便宜多了 然后我跟他说 我又是技术 又是翻译 我要干两倍的事情 工资只能拿到一班 这个怎么回事 他说 小美 我们中国古代 有一个成语 形容你这个情况 就是 事倍共搬 我有一次跟外国客户聊 聊完了之后 我同事夸我说 哎 你的英文怎么那么好 有另外一个同事说 哇 人家有天赋 我赶紧给他说 不不不 这个也是靠近的 冷笑 我有的时候 在工作中 发现了我们软件有问题 我赶紧 去找我们的产品经理 我说产品经理 我们这个软件 怎么有问题 他们都给我这样的动作 就是 然后我问他 这个是什么意思 他说 哦 这个是 so他们what 然后产品经理 就开始跟我说 这个紧不紧张 着不着急 能不能往后放 不做 会不会死 这个问题 把我问住了 不做 会不会死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不做死 就不会死 no做 no die 在中国 看客户 需要入乡 随促 给客户 我见个面 如果客户来了三个人 你必须来五个人 如果客户来了八个 你一定要来十个 我有一次 发现客户那边的人 比我们多 我就立马给打电话说 等等 我跟产品经理 每周都有接触 如果他不理我的话 那我每一天都有接触 你联系 产品经理的时候 能发现 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 你联系他 他不理你 一个是 你联系他 他让你联系 另外一个产品经理 你去找 这另外一个产品经理的时候 又能碰到 两种情况 一个是 你联系他 他不理你 一个是 他让你去找 上一个产品经理 确实我的中文 还不太好 但我听说 这个行为是 打太极 我是不跟你说 我有东北媳妇 在中国 当一个女婿 买房子是必须的 我买了一个 其实我带我媳妇 去看一个 那个肥翠城的房子 你肥翠城知道吗 是不是很贵 然后我带我洗衣服 去那边 看一个89平米的房子 他第一句话就是 哎 这房子太小了 我跟他说 so so das ne 然后他跟我说了 我没别的意思 我就希望你可以 努力工作 这样可以 让我们家 喂一个 怎么说呢 天砖 加瓦 然后我说 加瓦什么加瓦 派档才是最好的语言 谢谢大家 我是小美 我们掌声再送给小美 好不好 大家觉得小美讲的好不好 好 是吧 那个口音怎么样 特别的local 是吧 特别的local 我听小美这个口音 我觉得她在快手有兼职 大家想想小美 她作为一个美国人 对吧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毫无利己的动机 把中国的互联网事业当做她自己的事业 这是用什么精神 这不就是吃饱了撑的吗 好 我们第二位 我们第二位这个程序员呢 来自我们阿里的中间舰团队 中间舰团队 重启专家 你知道吗 就是我就奇了怪了 这也能叫标签吗 在座的各位程序员 哪个不是重启专家 好 让我们掌声有请 重启专家 水域 大家好 我是水域 今天特别开心 能来到云气大会 我也没想到 能和这么多专业的演员 还有同事 一起上台吐槽 然后我来的过程呢 也比较奇妙 有一天我收到一条短信 上面这样写的 尊敬的水域先生您好 恭喜您已被云气选为幸运观众 参与报名有机会和明星脱口秀演员 一起吐槽哦 看完之后我就在想 脑残诈骗短信啊 然后我就来了 然后来了之后啊 我发现这还真是个诈骗短信 主办方给所有的程序员 都发了这条短信 结果只有我信了 我是一名中间舰做开发的程序员 刚才大家好像下面没人反应 中间舰是什么呢 我不谦虚地讲 中间舰就是公司技术的基石 也是我们双十一的主战部队 那我谦虚一点讲 中间舰就是阿里技术的核心 也是我们系统稳如泰山的保障 我跟你们这么说 要是我们这个部门不在了 我相信整个公司也没有人发现 当然这主要还是归功于我们的系统 它过于稳定 有一次我老板跟我们说 就算你们不在了 我们的系统还能跑十年 当时我就在想 这个系统能不能跑十年 我现在不管 为什么我们会不在了呢 我知道今天来的有前端 有测试 有运营 也有后端开发 当然还有产品经理 不过这些工作 在我们部门都是我们后端来干 在我来到阿里之前 我们那个团队没有产品经理 然后我们的老板 有一天就找了一个人说 组织上一直决定 你以后就是我们的产品经理了 因为我们大家觉得 你的代码写的最差 到了阿里之后 我们的老板有一天又说 别的团队都有产品经理 要不我们也来选一个程序员 做产品经理吧 我当时特别害怕 我就害怕我被选出来 做产品经理 我都想好了 如果我要是被选出来 我立马辞职 因为这个在我们同事眼里 我的代码写的就是最差的 当然当然 这其实开玩笑 也不能说所有产品经理 代码写的都差 对不对 那有些还不会写代码呢 是不是 又选老师 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产品经理也不容易 我们不能说产品经理不辛苦 这句话的意思是 产品经理确实不辛苦 但是我们不能说 那产品经理每天都干什么呢 我们也不能说 他每天都什么都不干吧 这句话的意思是 产品经理确实每天什么都不干 我们也不能说 刚刚其实都是开玩笑 产品经理每天还是很忙的 我们每天忙着添砖家吧 他们每天忙着给我们添赌 我发现产品经理最喜欢说的三句话 这个需求很简单 这个需求很紧急 这个需求很重要 一般我们也有一句统一回复 这个需求做不了 一旦我们做了这个需求 那我跟你说 那就是不得了 你看我们代码 虽然近看密密麻麻一片 你站远了看 满屏幕只有两个字 自信 如果有人来质疑我们的代码 我们也有一句统一回复 请先看一下文档 再质疑 就是请仔细看一下文档 如果你还质疑 那就是请熟读并背诵文档 有朋友可能要问 那如果真的出问题了呢 我告诉大家 根据我多年从业经验 我们遇到的问题 80%都能靠冲击解决 那有人可能要问 那还有20%呢 对不对 还有20%是不用解决 这个世界上哪有问题呢 100%解决的 其实我们也不光瞧不起产品经理 我们程序员之间也是相互瞧不起的 我们一般会选择就是 自己写自己的代码 而不会选择几个人一起去写 因为我们通常会觉得 别人写的都是垃圾 所以我觉得程序员之间 最基本的礼仪就是 不要看别人的代码 这是我们的隐私 就跟内裤一样 这是我的内裤 我有漏洞 我承认 我不让你看到就行了 当然了 有的时候我们也架不住 有些程序员天天喜欢翻别人内裤看 是吧 古静老师 我们程序员之间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就是当有一个项目 有一个人他做到一半 突然不干了的时候 我们宁可自己重头写 也不会接着他写剩下的 因为你想啊 但凡他写得不错 他也不会干到一半不干了 对不对 俗话说得好 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 但在程序节 是前人栽树 后人就真的凉了 外界都觉得我们工作很辛苦 其实我们也是早九晚五 意思是早的话晚上九点 晚的话凌晨五点 也经常有朋友担心我们男女比例失调 我觉得这个担心真的是非常的多余 你想我们每天熬那么晚 性别还重要吗 到了那个点 女程序员乍一看都跟男的似的 这就叫熊圆脚扑朔 词缘眼迷离 双缘同加班 安能辨我十字熊 可能有朋友可能要问我 你天天熬那么晚夜 肯定没有女朋友对不对 真是不好意思 我不光有女朋友 还猫狗双全 我们程序员其实 有点像那个大学食堂的饭菜 虽然不是很好吃 但你来晚来还抢不到 毕竟呢 每个女生都在找一个钱多话少 还死得早的男朋友嘛 对不对 而且找程序员当男朋友有一点好 就是以后咱们孩子参加什么朋友圈投票 我写个脚本 分分钟就是最美的宝宝 说了这么多 我最后还想为我们中间间的同学说几句话 我觉得吧 中间间其实有点像空气 你们可能平时意识不到它的存在 但是我告诉你 一旦离开了我们 你们绝对活不了 总的来说 今天特别开心 也特别感谢运气大会 让我尽情地到这边来吐槽 我来之前也收集了一些 我同事对大家的祝福 我给大家念一下 这一张是祝程序员的 我祝我们各位程序员同胞 系统稳定 身体健康 bug少一点 头发多一点 客户越来越多 工资越来越高 这张是祝产品经理的 谢谢大家 我是水域 早上再送给水域 我真的不来不知道你们这个深仇淡恨 这么厉害啊 之前我们一起在聊段子的时候水域说 哎呀水域老师万一有一个段子不好笑怎么办 我说嗨水域这个段子哪有百分之百好笑的 要是不好笑你重说一遍试试 好 接下来要上场这位呢 他的名字叫程序 这个名字吧 怎么听怎么像代码成精了 程序的标签呢是菜鸟程序员 关于这个标签呢有两个理解 程序自己的理解是菜鸟代表了他的公司 但其他所有人的理解都是菜鸟代表了他的水平 让我们掌声有请菜鸟程序员程序 大家好我是程序 研程序的程序 主要的工作呢是研究程序 有人问我你叫程序 是不是因为你是程序员啊 怎么可能呢 我也没见过哪个产品经理 他起名叫PD啊 我来自菜鸟网络 主办方给我的标签呢叫菜鸟程序员 之前我就问主办方说 你们是看过我的简历吗 他们说不我看过你的代码 我跟程序其实还是蛮有缘的 我从小学开始 爸妈就逼我学代码 到了初中参加各种程序竞赛 后来再考入了杭州电子科大 最后到阿里巴巴做了个程序员 回望我这短暂的一生 回望我这短暂的一生 我感觉我就是为了当程序员而生的 就好像我爸妈生我钱 就找大师算过命 大师说 这孩子命里缺代码 进了阿里巴巴之后 我发现实际工作起来 代码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最重要的是 满足产品的经理的需求 通常我们是一个产品经理配五个开发 那要是如果没有产品经理呢 一个开发就能搞定了 所以我觉得刚刚水域做的不对啊 我们不应该吐槽产品经理 我们应该感谢产品经理 要是没有他们 我们不都失业了吗 其实我们跟产品经理交流的还是挺多的 产品经理一来找我们 我们就会条件反射地说 这个需求做不了 然后 我代码怎么会有问题 所以 对于我们开发来说 结婚是绝对不能找产品经理的 我不想在公司有个人给我提需求 回家还有一个人给我提需求 老公你能不能 这个需求做不了 老公你行不行 我身体怎么会有问题 可能有朋友会问啊 身边的女同事就这么几个 你不找产品经理还能找谁啊 我觉得吧 运营妹子就不错 你看哈 平时都是运营把需求提给产品经理 产品经理再把需求提给我们开发 你说我要是找个运营当老婆 那不就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吗 也有可能朋友会说 你这么黑产品经理好吗 说不定有一天 你也变成产品经理了呀 你这么说也有道理 就像水域说的 干不好的开发都去做产品经理了 不过啊 开发变产品经理还是有个过程的 你比如说 开发做不好你可以去做测试 测试做不好你才去做产品经理嘛 那要是产品经理还做不好呢 那你是不是只能做老板了 哦不对 其实也不是只能做老板 你还可以说脱口秀嘛 是吧忽兰 开玩笑开玩笑 在阿里工作其实每个人都是特别辛苦的 我非常能理解他们的痛苦 因为在每个月的排气大会上 运营产品都会将他们所有的痛苦 全都倾诉到我们技术身上 运营就会对产品说 这个项目再不做会死的 然后产品就对我们说 这个需求已经排了好几个月了 然后我们就对运营说 既然好几个月了你们都还没死 那就再拖几个月吧 其实很多朋友对我们程序员都有一些刻板的印象 比如说觉得我们不爱说话 没有存在感 我觉得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嘛 茫茫人海中你可能认不出来谁是运营 谁是产品 但你可能一眼就能认出来谁是程序员啊 还有一些人觉得 我们程序员就是格子衬衫牛仔裤 听完这些话我真的非常的生气 杭州30多度了这么热的天 我们穿什么牛仔裤啊 我们当然是穿牛仔短裤啦 还有人觉得 我们程序员整天头发不洗全是有 特别可笑 头发不洗全是有的 那都是初级程序员 成熟的程序员哪有头发 当然讽刺我们最多的就是我们穿格子衬衫 那你说我们不穿格子衬衫 穿什么 穿衬衫西装小皮鞋吗 这样的人写代码你敢信吗 就好像我们不是写代码的 我们是卖房子的 产品经营一来我们就开始跟他推销代码 您再看看这个 这段代码 南北通透结构合理 抢到就是赚到 你还等什么呢 说了这么多 其实我今天最想说的就是 我们程序员只是一群单纯善良的普通人 我们可能不像一般男生那么健谈那么会穿 但是对待代码我们绝对是认真的 对待女朋友我们就会像对待代码一样 在我心里你永远没有错 就算你错了也是我来改 谢谢大家我是程序 掌声再送给程序 我们今天有没有做运营的妹子 举一下手试一下好不好 有一个两个三个 我问一下第一排 如果他愿意做你男朋友你愿意吗 你愿意 因为我们的三号男嘉宾牵手成功 你再好好看一看 哎呀天哪 运营的妹子都什么时候瞎的 我的天 我不知道为什么程序这个拖手球 特别像征婚启事 对吧 刚才水域说这个程序员就像大学食堂的饭菜 虽然不好吃你去晚了就没了 但是看到程序大家可能能看出来 就算是大学食堂也有剩下来的菜 这个在现在呢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施拉鸡 好接下来上场的这位 就是我们的忽兰 耶 忽兰粉丝达达里 有没有 哇 特别的好 你再举一下那个牌好不好 哇这个配色好娘啊 真的是 其实忽兰呢作为一个程序员 一直想来参加云气大会 但一直都没有什么机会 直到今天 以脱口秀演员的身份 来到了云气大会 这可以说应该是他技术生涯的最大耻辱 让我们掌声又请曲线救国的忽兰 大家好我是忽兰 透过你们的眼神感受到你们想听一些真正的透口秀 对吧 很开心能来到 很开心能来到云气大会 因为终于可以讲一点 我们技术人才能听懂懂的段子 一直都没机会讲 真的是 在做产品经理再举个手好吗 我看一下 我再看一下 怎么不敢举呢 你们知道就问这个问题 就是产品经理一请举个手 就等于问说在做的不懂技术的请举个手 是一模一样你知道吗 就是这样 但没办法你平时不管我们死活 今天我也不管你死活 对吧 管你听懂听不懂不管了 我们开始嘛 就是我们一个来对吧 我们这边刚才有水域 真的第一次我看见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看错了 都看傻了 我说是水货 我说这哥们对自己认知这么清醒吗 但我觉得起这个名字也挺好的对吧 平时上班同事一找 哎呀别问我我是水货 对吧 但程序这个名字就会累很多 对吧 一旦测试测出什么bug 说这都是程序的问题 对吧 嗯 你们听这个段子可能还不够狠 对吧 再给你们讲一个狠的耳段 就是水域说自己是做中间舰的 就是我也是做技术的 我知道做中间舰是啥 我就用通俗的语言讲中间舰就是 比如说马老师特别忙 每天有很多人想要找马老师 马老师不可能一个个接代吗 既忙又不安全 这时候就指定水域来跟这些人对接 马老师只跟水域去对接 所有人想找马老师都找水域 对吧 这个美琴名曰叫中间舰 就是实在好了 你知道吗 在以前这什么中间舰 叫太监你知道吗 我对中间舰的同事还是心存敬畏的 对吧就是只是开个玩笑 我知道中间舰有多重要嘛 然后还有佑璇这是我们的产品经理 我真的要好好说说这个产品经理 真的我不认识佑璇但我认识产品经理 我产品经理啥德行我太知道了 程序员开大会 产品经理还能安安稳稳坐在这里 完全是因为我们外面有安检 我跟你们讲 产品经理跟程序员的关系 在我看来就是唐僧跟孙悟空的关系 唐僧啥也不会 就说我就要去取经 孙悟空说行吧那我帮你去打怪 唐僧说我要去取经 你就又不能伤害白骨精 孙悟空说要不然你自己来嘛 唐僧说我不会 但是我就要去取经 孙悟空说你看你找我去取经 你听我的行不行 唐僧说你是不是不想做 我跟佛祖去说 孙悟空说他做不了 然后还有 还有那个程悦 也是程字本的朋友 我觉得你们就是诚心的 程悦他自己刚才那个标签 叫两代单船程序员 就意思是他爸也是程序员 叫两代单船程序员 不专业的吧 啥叫两代单船 这叫继承附类对吧 程悦还挺有意思 他是他是一个前端程序员 就是这些年你们可能不知道在阿里 就市面上面前端程序员特别难招 就据说是阿里不管有用没用全把前端程序员全都给招进来了 就是就他们招接了之后外面没有前端程序员 其他人就干不了活了嘛 我上学的时候听说我提海战术 还没见过玩人海战术的 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些人就趁马老师不懂技术去忽悠马老师 你知道吧就在那边说 哎呀跟你讲马老师 就当今这互联网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前端流量 谁控制了前端谁就控制了互联网的入口 马老师说我天还能控制前端 什么前端后端一锅全锅端进来 你们听说过那个马老师去让秘书买个肯德基 结果把整个肯德基买回来的故事吗 可能就是真的你知道吗 然后我们我们还有一位老师 我们是还有一位老师的 我们还有一个 对小美 一个美国老铁 特别有意思 你知道这个这个哥们 我之前也在美国待过 我回来就是因为 美国天天特别无聊嘛 天六点钟就下班了 然后也没啥意思就回来了 你们听过段子里讲什么 无事无必要 全都是真的事情吧 然后很多人还跟我说 说你回来是不是融入不了美国人的这个社会 你们看一看哪是我融入不了美国人的社会 这美国人都融入不了美国人的社会 而且小美不远万里来到中国996 而且小美的996跟你们理解的不一样 她的996是早上9点钟上班 晚上9点钟上班 一算汇率赚了六分之一 这是她的996 就是这样的 刚才石老师还说 她什么精神 就是吃饱了撑的 不是吃饱撑的 就是吃不上饭 对吧 为啥美国人在美国吃不上饭 因为美国人都吃汉堡 对吧 你们想想看 这程序员迷人的逻辑 对吧 真的是 然后我们还有一位老师 是叫姑进 姑进老师特别有意思 我们给她写稿子 她真的是 头大死了 我们给她写稿子 我们写一版 她瞎改一版 我们写一版 她瞎改一版 姑进老师 这稿子不是JDK 你别瞎改行不行 我看 真的 我们那个同事一看姑进老师的消息 头都大了 我觉得姑进老师 就特别像程序里那个警告 就也没啥错 但就是看着烦 但只要你不理她就好了 就是 真的这样 但是说实话 我之前在没说 我在做程序员的时候 我就看过姑进老师的书 然后昨天也相见恨安 我俩聊技术聊得特别开心 主要是她跟我聊技术 我逗她开心 我还问她 我说姑进这名字还挺有听的 我说这名字是咋起的 她说就是那个大漠孤烟直 我说那个进呢 她憋了半天 说大漠孤烟直 白日衣衫进 我说这都不是一首诗 她说你不懂 这叫诗里面 调用另外一首诗 好 谢谢大家 忽兰 谢谢 掌声在村委忽兰 哇 刚刚忽兰讲到那个JDK的时候 真的我看到旁边笑的都不行了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假装自己听懂了 但是听完忽兰吐槽 我也真的知道她为什么之前没有来云气大会了 因为她在代码上真的可能没花什么心思 全都用来写段子了 好 接下来我们要上场的就是刚才忽兰也提到的成岳 他来自丁丁 据说他出生于一个程序员世家 对吧 他的父亲就是一个资深的软件工程师 我这么说吧 他就是程序员的儿子 然后掌声有请儿子程悦 大家好 我是程悦 我是一个前端工程师 我们写前端的同学都知道 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Java Script 那么有的人就来问我 那你这个Java和Java Script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 今天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标准的答案 一句话两句话可能给大家说不清楚 那我就给大家打个比方 Java和Java Script的区别 就好像周杰和周杰伦的区别 大家懂吗 我父亲是一名软件工程师 所以大家可以叫我软耳带也行 所以说我小的时候真的是以我父亲这个职业为荣的 然后我上学第一天我就跟我同学各种显满 我说你知道吧 我爸是程序员 你知道不 程序员 然后他们可能都不知道你知道吧 然后就会客气一下 跟我说嗯 老铁眉毛病 当时我还小你知道吧 我就不知道这个眉毛病什么意思 后来随着我长大我知道了 其实对于程序员来说 眉毛真的是一种病 OK 我刚开始写代码的时候 我爸就给了我一个很旧的键盘 他说这个是他一直用的键盘 这键盘真的不得了 真的是没少背盘 盘的那个键帽上都包僵了你知道吧 关键的问题就是 他今天给了我 明天我还得给我儿子 这就是我们家传键盘了你知道吧 就在想这个事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那我们程序员可以传键盘 那那个产品经理要传点啥 是不是只能传一个PPTC你知道吧 对 父亲是一个程序员 实际上能让我在大学之前的电脑课 有一定的优势你知道吧 少雷都比你们快很多 但是到上了大学以后啊 这个优势就不明显了 而且我爸有一个偏见 他觉得我这个技术一定跟我的年龄一样 是永远超越不了他的 直到我来了阿里以后 才打破了这种偏见 让我们这个关系又重归于好了 可以这么说吧 是阿里巴巴让我重新获得了父爱 但是你知道 就引来了一个新的问题 他就经常跑来跟我探讨一些技术的问题 你知道 当我身边的这些小伙伴 都在苦于跟自己的父亲找共同语言的时候 我跟我父亲就只剩下共同语言了 就JavaScript就是我跟他的共同语言 你知道 我刚来阿里的时候 我听说咱们这边是弹性工作制 然后我就特别好奇 我问我老板 我老板说对啊 你把活干完就可以回家了呀 我当时就生气了你知道吧 你这一次就不让我回家对不对 他说不是 他说你把代码写好了你就能回家 那我就弱弱地问 我说那我要是代码没写好怎么办 我老板安慰我 说也能回家 但是要收拾收拾东西 给我回家 后来我就来到了我们的新团队 叫做那个阿里丁丁 对 然后那个 这时候啊也有一个朋友来问我 说你们为啥叫丁丁 那我们其实取的意思啊 就叫板上丁丁言之凿凿的意思 那这个同学就又来问 那你们既然已经板上丁丁了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还要测回功能 我的妈呀 然后就跟他解释 就是说那个板上丁丁你得允许人拔出来对不对 然后他看没难倒我 然后就继续问我 说那我为什么撤回这个功能 你还给我显示出来 说谁谁谁撤回了一条这个消息 我说这太现实了 对吧 你把钉子从板上拔出来 那个板上还留了一个眼对不对 多么写实的一个产品 对吧 其实我们是非常喜欢我们这个产品的 所以我们一有机会呢 我们就跟同学们各种不道 各种跟推销说 哎呀丁丁有多好 你们来用丁丁吧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有些朋友来问我 说你们这么热爱丁丁 因为什么爱得这么深沉 那么作为一个丁丁的不道师 我今天跟大家讲 真的就是不道我 OK 在我眼里啊 其实总共就有三种人 一种呢就是有丁丁的 一种就是没有丁丁的 还有一种比较特殊 就是我们的史严老师 我刚跟史严老师认识的时候 我就问他 我说史严老师 你用丁丁吗 史严老师一下就吓懵了 他跟我说 我有丁丁 但我不常用 其实对于史严老师来说 真的有跟没有丁丁 其实是差不多的 对 其实在我们团队啊 我们经常跟产品经理 进行相爱相杀 他们经常很直接的提出一些 很滑稽的需求 比如说他跟我们说 能不能按照我的心情 改变一下网页的背景色呀 你知道吧 这种需求太扯了 然后呢 但是我还是看到 他们一直在努力啊 他们在成功的 在不改变需求的情况下 改变了提需求的方式 也就是说 他们在提需求之前呢 非要跟你们讲几个土味情话 把你撩的呢 七荤八素 稀里活路呢 你就把这个需求给接了 就比如有一天 又选老师跑来问我 说成月 你看现在几点了 我就看了看表 十点了 然后他说不 这是我们幸福的起点 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需求吧 我想这样不行啊 然后我得反击 下回又选老师再来的时候 我还没等他说话 我就先跟他说 我说又选老师 你知道吗 你跟我提需求的样子 特别美 你知道吧 小姑娘脸吞红了 你看就这样 然后他就问我 我哪美 然后我就一盆正经跟他说 你想的没 其实我觉得呀 就是说这个需求的合理程度 应该跟产品这个颜值成正比 如果一个产品经理长得像我们 顾敬老师这样 那我觉得这个需求肯定一点也不合理 我有一百种方法能拒绝你 比如说我们技术实现不了啊 你的产品细节没有想好啊 比如说我们排期没有啊等等 但如果产品经理真的换成又选老师这样 同一个需求我会变得 我就觉得变得合理了一点 对吧 不仅这个需求合理 你下一个需求也合理 你还可以再拆分一下需求 你再提十个需求我都觉得合理 好谢谢大家 我是承岳 我有没有叮叮你心里没点数吗 对吧我们第一次见面他就问我了 实际上老师你有叮叮吗 我说悠悠啊你看看我的叮叮 哎呀不行啊 承岳的表演真的怎么说呢一言难尽 对之前承岳特别有信心啊就说 哎呀实际上老师我觉得我这个脱口秀说的特别好啊 这场结束没准我就红了对不对 我就跟你说脱口秀去对吧 看完他的表演呢我还是想说你还是好好吸引你的代码吧 好接下来上场这位呢就是承岳刚才提到的我们的佑璇啊 再提十个需求都合理的佑璇啊 他这个名字其实我觉得很能体现他的工作状态啊 佑璇经常提到一些接到一些需求 他特别喜欢拍拍自己的胸脯啊 就别人就问他说哎你是想说这个需求包在我身上啊 佑璇说不是我是想说这个需求吧 佑璇了 让我们掌声有请产品经理佑璇 哎呦这特别高哈 这没有今天就多亏云西大会有很多安保 不然我也走不出去 那个呃大家好我是佑璇 呃我是一名产品经理 那平时我们产品经理跟程序员接触的是最多的对吧 大家可能都看不出来 我其实已经有一个八岁的儿子 他是我平时接触的男生里面啊最成熟的一个 台上的这些程序员我其实并不怎么认识 除了小美因为他给我提过一个需求 现在还在我的黑名单里面呢 但是呃我今天听完他们讲的这些段子呀 真的是刷新了我对程序员的认识 我没想到他们的吐槽是这么的搞笑 以前啊我只知道他们的代码写的很搞笑 那真的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八个呀 呃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多给他们一点掌声 其实程序员很少听到产品经理给他们鼓掌 我们这双手通常是用来打脸的 所以我从来都不觉得说一个巴掌拍不响 其实我们产品特别不容易 我一条腿占运营一条腿占开发 结果两边一看我这个动作就觉得我们是在扯淡 你们都很有同感哈 那个所以呢开发也经常跟我说 他说这个需求我们做不了 这个时候我就会像辅导我儿子一样耐心地辅导他们说 你看看别人家的程序员 为什么连家勤就你不行 他们就会跟我说你行你上啊 我心里想我说要是我行的话 我还要你们干什么呀 刚才有个开发说他说 不想找产品经理结婚 你以为我们就想找你们结婚吗 下了 有时候吧我就觉得产品其实就像是我跟开发的孩子 所以每次产品有问题的时候 我就会对我们的开发说 你看看你们怎么写的代码 全是八个 你是不是不想管了 这项目还要不要做了 离婚 大家对程序员其实都会有很多刻板的印象 比如说 突顶 他们 他们还说 这是因为跟产品经理撕逼造成的 所以我就经常就会问我说 同样是私逼 为什么就你们程序员掉头发 难道是我们就的吗 其实我们的工作啊 跟程序员是差不多的 我们都是白天开会 晚上熬夜干活 程序员写代码 我们写PPT 程序员用Python Java 我们用微软亚黑 刚才程序说 直接跟运营对接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那是你们没有跟运营对接过 运营给我们提十个需求 我们通常都会先拒绝掉三个 然后呢 再把三个改成别的方案 再把三个延期 剩下最后一个 我提给开发 然后开发说 这个我们做不了 我跟程序员有矛盾的时候啊 他们经常拿一本书来恶心我 别笑 我知道你知道 那本书就叫做 人人都是产品经理 这本书写得非常浅薄 以至于程序员看完以后 都觉得 自己也能当产品经理了 我听完以后 我就特别想自己写本书 就叫做 狗都能写代码 简称狗代 当然也有些开发 其实非常理解产品经理 之前我有个开发就对我特别特别好 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 结果他说 你对我真的很重要 整天给我挡箭 我说 也不光是挡箭吧 我还给你背锅呢 他说也对 不背锅怎么能挡得了箭呢 开发有时候想法特别特别单纯 就是我们提一个很简单的需求的时候啊 他们就想整票大的 就打个比方说 我口渴吧 我想要杯水 你给我个一次性纸杯就完了 对不对 但我们开发部 他们就必须得问说 你这是喝茶还是可乐 酸性还是减性 原的还是方的 液体要不要搅拌 杯子要不要清洗 待会规模上来之后 还要不要扩容 扩容歪了之后 还要不要同样的功能 天哪我都快疯了 我就觉得 你们要把这个杯子做好 是不是要等到下杯子去啊 其实我们产品和开发 也并不是水火不龙的 我们是各有所长嘛 你技术能力强 你就来做开发 你沟通能力强 你就来做产品 那如果你技术和沟通 都不强 那你就只能去当老板了嘛 对吧 怎么说 我这个人我就觉得吧 我就吃亏就吃亏 对吧 我的沟通能力太强了 虽然我是一个产品经理啊 但是我对一些技术大牛也很钦佩 刚才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他们也跟我提到了很多的技术大牛 比如说蒋阳青 多龙 孤静 诶 你们是不是觉得有一个名字 特别特别突兀啊 对 孤静这个名字啊 就是孤静老师自己提的 谢谢大家 我是温柔的佑璇 找人在做个佑璇 哇 我觉得做技术同学 真的你们要对佑璇这样的产品经理好一点 好不好 就是 不管以后我觉得 不管说成什么样一定要多捧场 好吗 否则以后 连这种产品经理可能都美了 好 对 我刚刚小美真的特别的开心 你知道吗 我觉得从一开始到现在 她是第一次听懂产品经理的话 好笑呢 好 最后我们还有一位要上场的 就是刚才佑璇和很多人都提到了我们的孤静老师 之前我真的对你们圈子不太熟 嗯 顾静老师在你们圈子怎么样 你们听说过吗 啊 嘻嘻啦啦的掌声 对之前我真的不太熟啊 之前准备我介绍啊 说顾静老师在技术圈特别的厉害特别的有名 我也不太了解 我就问大概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他们就跟我说顾静老师在技术圈的地位 基本上相当于我在脱修圈的地位 那我一下就明白了 那不就是没什么地位嘛 然后掌声请勾进 谢谢 别说了 刚才呢那个忽然说我 改稿子像给那个GTK一样频繁 这个是对的 我那个上台之前 史严老师特地警告我 他说你必须用我们的稿子 对不起 我还是用我自己写的稿子 我下面开始乱讲了啊 大家好 我是郭静 刚才佑璇跟我提到三个技术大神啊 我觉得有一个人很突兀是不是 我觉得就应该是蒋阳青嘛 是不是 今天让我来参加这次吐槽大会呢 我其实心里还是有点忐忑的 我说毕竟在场有这么多优秀的程序啊 我怕压不住场 今天呢我来到这里呢 不仅怀传着我对技术的信仰 那呢还怀传着我写的这本书 那可能我压不住场 但是我觉得 这本书肯定可以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啊 没有看过的鼓掌 好 请他们出去 说实话呢我现在在面试的时候呢 我第一个问题就会问 你 是不是很多人都接受过我的面试 知道我要问这个问题是吧 你有没有看过我写的那本阿里巴巴加瓦开发手册 当我问了这个问题以后 面试一般都结束了 为什么 要是他看过呢 他觉得 我不行 要是他没有看过呢 我觉得他不行 其实不做技术的朋友啊 我也是建议大家可以 买过来看一看 不要担心看不懂 那这本书非常的通俗易懂啊 这么说吧 看了这本书 我们死爷老师也会写教吧 又选啊你刚才说的那本狗都能写代码不用自己写了啊 这不是已经写出来了吗 我们的程序同学就是看了这本书学会写代码的 刚才在这个大家都觉得我们程序员说话不搞笑啊 这个明显是一种偏见啊 我觉得我以前经常可以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只要我一起提起代码归约 大家都会说你是来搞笑的吗 刚才在休息室聊天的时候我发现 小美说话确实比我搞笑 他说Python才是世界上最好的语言 我说你凭什么这么说啊 他说我太落伍 人家国际上的公司比如谷歌都在用Python 我说那是谷歌的加瓦不是最强的 地表最强的加瓦团队一定是阿里巴巴 过来说完这句话大家觉得我搞笑多了 当然我们在搞笑也没有史严老师搞笑 毕竟他觉得交大才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 全码技术哪加强上海交大可称王 我在写这本书之前呢大家写代码都有自己的习惯 每个人写的格式都不一样 大家协作起来呢也非常的困难 所以呢我当时就想大家能否用一个统一的套路 写代码所以大家都叫我套麻的汉子 之前有一个活动啊叫做寻找你的第83号 很多人很好奇啊 这个为什么叫第83不叫第38 这个今天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当年多龙每次看代码的时候呢 总喜欢看第83号 所以我们这个活动呢就叫做第83号 其实83号本来就是个代号 可是那程序也都是很死心也的 他们上传的代码都是第83号 他们说明非常理解这个活动的用意 多龙不是爱看第83号吗 让你一只看个狗 我这本书刚出的时候啊 有很多人都在喷鸡啊 说都在问我凭什么要求别人遵守我的规约 后来马老师为我站台啊 大家一下子就不骂了 但我相信他们绝对不是迫于马老师的因为 而是他们被我的技术和人格魅力折服了 好笑 好笑 你们说好笑的时候 今天就说不好笑 说实话 我不是非要马老师给我站台的 当时其实是出版社的要求 他们说必须要有人给我写推荐语 他们问我能不能请得到马老师 我心里在想 请马老师干嘛 他又不懂技术 后来大家都听说这件事情了 都抢着要给我写推荐词 我一想让谁写不让谁写 都不合适啊 我想要不给马老师一个机会 马老师也很珍惜这个机会 推荐语写得非常用心 当然了 我们也不能说马老师不懂技术 这句话的意思是 马老师确实不懂技术 但我们不能说 我这本书的全部收录呢 都拿去做公益了 之前我们帮助了一个思藏工程师 然后当时内心真的特别的震撼 那人家是 就是六岁的时候 因为某种原因眼睛 视力不是特别好 那但是呢他可以聊天 逛淘宝 还可以携带嘛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啊 这真的是一种科技的力量 所以呢我们就拿出一笔钱来 帮助他 一方面想用科技去帮助到更多的忙的朋友 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为了激励其他程序 你们看看 人家闭着眼睛 都比你们写得好 好 这本书呢是在 2018杭州芸汐大会的主会上发布的 当时写出的过程呢 也是非常的煎熬 好 眼看着就发布了呢 我这边还没有写完 只好到山里去闭关 写书写完了以后 我有种错觉啊 我觉得自己老了四岁 当然 这可能不是错觉 是视觉 我记得马老师也说过这样一句话 她说她最后悔的事情是创建了阿里巴巴 我心里就在想 装接着装 哈哈哈哈 说实话 我写完这本书以后 我一下子就理解它了 我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写了这本书 发自内心的说 写书太痛哭了 如果时光能再倒流一次 我再也不敢冒充 无人去写书了 说了这么多 大家可能觉得 我都在说自己啊 没有吐槽谁啊 你们以为我傻呀 就我在江湖地位 我吐槽你 火的可是你们啊 哈哈哈哈哈哈 好 谢谢大家 我收到大家一位永恒的孤静 哎呀 我刚才看孤静老师 脸上也是只有两个字 自信 谁给你的 我的天哪 就是 其实跟孤静老师接触很久啊 然后 最痛苦的其实不是给她改稿子 你知道吗 最痛苦的是她 这边第一面就要送你 她写的书 真的 你不要她还非得送啊 谁老师拿着拿着拿着 然后就拿着 更痛苦是什么呢 就是她要亲自签名 你知道吗 我拿过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 把签名那一给撕掉了 哈哈哈哈 好 那么我们 前面的吐槽环节 已经正式结束了 大家今天开心吗 开心 特别好特别好 我也特别的开心 但是今天我们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环节 因为大家可能都看吐槽大会 我们一般吐到这儿呢 基本上就进入尾声了 但是今天我们不太一样 我们也知道大家热情很高 有现场的这么多朋友们 以及我们屏幕前的这么多朋友 所以大家也很想吐槽台上这几位 以及不管是开发还是产品经理 所以我们今天呢 专门收集了一些吐槽小纸条 一会儿我会把这七位轮流请上来 念一念别人吐槽她的纸条 哇 是不是一个特别羞耻的行为 你们想看吧 好 太好了 我们请工作人员给我那个小纸条 好 好的 已经在我手上了 我们先请出我们的小美好不好 我们看看朋友们是怎么吐槽小美的 有请小美 紧张吗 想看吗 你用这个 好了 我用这个 紧张吗 我想采访一下 特别紧张 不敢看 好 没事 有可能她就看不懂 对 最紧张的就是 如果有不认的字怎么办 我帮你那个啥 好了 我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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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美 稍等 手写的字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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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看得懂鸡打的是吗 呃 现在大环境不好 你还是回美国吧 哈哈 不要来 抢我们的工作了 来自阿里云国基欧部门 团队的同学 我 我自己团队 你知道你在你们团队的地位了吧 嗯 我伤心了 你是不是就准备回美国了 我就明天就回去 哦 对了啊 谁想买一个肥脆上的房子 哈哈 有没有啊 小美的那个老婆今天来到现场了吗 她来了吗 没有没有没来 她上班去 哦她上班去了 哦 哦 我以为你不敢让她来 哈哈 好 还有一条 还有一条 通彩虹 画 花仔 什么叫通 我帮我 我来教你 你帮我吧 哈哈 哈哈 好 这首歌你听过吗 没听过 你作为一个东北人 你应该听一听好不好 这首歌叫野狼第一次口 我带着你好不好 好 来 来 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 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 一道彩虹 对 左边 跟我一起画彩虹 在你右边再画个龙 好 哇 老铁没毛病啊 好 特别开心啊 希望你在中国过得愉快 哈哈 好 我们有请我们的第二位 水域 如果有吐得不好的你就多担待一下好不好 好 我看了一下我觉得你会 这么多都是我的 对 哈哈 其实这个环节他们在彩排的时候是保密的 所以我也不是很清楚里面到底是什么 是是是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相信写这个纸条的人现在肯定在 看或者在现场 对 我敢保证你的问题重启肯定解决不了 哈哈 我来念一下 对 你的花名太难念了 用你的花名注册支付宝是不是会显示乱码 这个bug有没有在场的程序员给解决一下 来自中间建团队的老王 哈哈 我觉得这应该是冒充的 我也姓王 是吗 啊 自己写 好这个 这个可以不念吗 不能不念 嗯 必须得念 我是跟水域合作过的产品经理 血域的代码可以说是人如其名 特别水 哈哈哈哈 来自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产品经理 哈哈哈哈 我觉得可能说出了很多产品的心声 对吧 非常不错巧 我们团队只有一个产品经理 哦 我想问一下这位产品经理今天来到现场了吗 好像没有 今天有没有他们团队的 好太好了 好第三个 回去之后就可以拉黑了 嗯 肯定的 哈哈哈哈 好第三个有点长啊 嗯 呃我工作被骂到不行的时候 就特别想去中间建团队 哈哈 他们太没存在感了 骂人的时候都没有人能想得到他们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阿里同事 很好我跟你说 你下次千万不要再用我们中间建啊 哈哈哈哈 好怎么样 你觉得网友们吐的如何 不是很真实啊 哈哈哈哈 好 好 谢谢我们掌声送给水域 哇 特别的勇敢啊 嗯 哦 下一个是程序的 我们有请程序 程序 你期待吗 我其实不是特别想念 哈哈哈哈 那就我们就要求你念 啊 这个需求做得了 来吧 好 我是程序的主管 哈哈哈哈 这么狠吗 上来就 我想对程序说 作为一个单身的程序员 过两天十一长假你就不用休假了 毕竟你一个人 要假期也没什么用啊 哈哈哈哈 太狠了 这主管都是不要命的嘛 呃 第二条 我想对程序说 你算什么东西 你也配叫程序 来自程序的粉丝 不是 是来自严程序的粉丝 来自严程序的粉丝 你也配有粉丝 是我想多了 哈哈哈哈 啊 屏幕前严程序的这个粉丝 真的对不起啊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你是不是想测人家哥哥的热度 对对对对对 我赶快道歉 严程序 对不起 哈哈哈哈 好还有一条还有一条 好 for程序 我和程序是一个部门的 程序当初刚来就雄心勃勃 说要重构 两个月过去了 结果就是一坨石 哈哈 不不不 结果 结果就是把一坨石 改成另一坨石 哈哈哈 来自跟程序一起工作 但不敢透露姓名的某某 哈哈哈 怎么样 觉得吐的如何 哎 我觉得吧 回去我要把他们都拷问一遍 哈哈哈 好 再次感谢程序 很勇敢啊 很勇敢 我觉得严程序的粉丝真的很好笑 哈哈哈 严程序 在座有没有严程序的粉丝 有吗 举一下手好不好 哈哈哈 只有一个哈哈哈 你真的好老啊 真的是哈哈哈 哈哈哈 开玩笑 开玩笑啊 严程序的粉丝不要生气 好 我们下一个有请我们的程岳 哈哈哈 上一个不是忽兰吗 哈哈哈 怎么就直接到我了 忽兰我就跳过去了 哈哈哈 好好好 对 啊我就念一下啊 方程岳 我们这里面试的时候 发现应聘者技术不太行 会跟他说 要不你转前端吧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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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自互联网公司的招聘经理 好 谢谢你啊 我觉得你这个应该很吃香对不对 对对对 因为你本来就是前端 嗯 哈哈哈 你当年是不是也是这么转的前端 对 我觉得这个正好说出了我这个心声啊 哈哈哈 第二个 还是手写的 程岳 对 有一次看完一段代码 就骂了一句 是哪个神经病写的代码 这么垃圾 结果发现就是自己写的 哈哈哈 哦哦哦哦 对 第一句程岳他并不是在跟我说 他是说程岳有一次看完了一段代码 哈哈哈 就骂了一句 是哪个神经病 你才知道 哈哈哈 好 来自另一位丁丁步道者 基本上我也知道你是谁了 哈哈哈 收下你由衷的祝福 并我也祝福你丁丁不好使 哈哈哈 哈哈哈 好我觉得这样就是 程岳这两条我觉得写的特别真实 我们送给他留作纪念 好吧 哈哈哈 好谢谢 好谢谢 我们下一位有请我们的佑璇 哇佑璇真的很多 是 期待吗 是情书吗 哈哈哈 你看看吧 你看看吧 谁给你的自信真的是 千万点的伤害了 来来来来看一下 来来来来 OK 呃 佑璇你好 我是小美的同事 哈哈哈 也在你的黑名单里 哈哈哈 能不能把我拉出来 哈哈哈 来自黑名单里默默陪伴你的人 哈哈哈 我想问一下你黑名单到底有多少人 不是啊他都没告我他谁我怎么拉呀 那么多人呐 哈哈哈 有道理有道理 是吧 小美回去问问到底是谁好吧 还是你把他们所有的人都拉黑了 呃 可能说他们之外 你们也有可能 哈哈哈 哈哈哈 好 那个第二条 佑璇你好 我的一个程序员同事想跟你表白 哇哦 他想问我你是喜欢键盘还是显示器啊 因为他想再用哪个来打你啊 哈哈哈 一位跟佑璇合作过的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开发小哥哥 嗯 可以 你接受过表白吗 我想知道一下 你是说键盘还是显示器吗 哈哈哈 这应该有是吧 嗯 好 对 哎 还有两条好多 对 来 佑璇 你知道你们产品经历哪里最值钱吗 你们知道吗 脑袋 因为从来没用过 跟新的一样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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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笑 来自 来自阿里企业智能被淹没的 如果去说脱口秀就没有 使言忽然什么事儿的秀儿 哈哈哈 好 确实很秀 还好没来 我就想说一下就是 别的我不说了 就是这种梗呢 就是 来说脱口秀真的就没什么饭吃了 哈哈哈 好 最后一条 最后一条 我是佑璇对接的程序员 我要感谢云西大会 因为佑璇最近忙着准备这个吐槽 我们的工作压力小了很多 哈哈哈 哈哈哈 对 云西大会 给了他们新的生命是吧 不 云西大会的什么系统啊 什么都我做的啊 对 因为最近忙着这个 所以他们工作压力小 我代表所有程序员 希望这个吐槽大会 每个月办一次 每次请十个产品经理 谢谢主办方 好 我们以后争许常办 啊 对对对对 每 每天卖一次吧 要不 好可以啊没问题 嗯 来自被她颜值蛰伏 无法说不的程序员 哎呀 还是有点用 我觉得这条是佑璇自己写的 哈哈哈 没有没有 最后一句是我家的 上面都不是 好我们把这四个 送给佑璇做进键 好不好感谢佑璇 我们还有最后一位 顾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到了 收到了 顾敬老师的阿里巴巴加把开发手册在豆瓣上评分很高 8.4分 一共有140亿人评价 可他的新浪微博只有84个粉丝 这说明他的作品 相比 他这个人的口碑更烂一点 来自微博网友 什么玩意儿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 叫阿里顾敬 谢谢 好 我掌声再送给每一位好不好 好 看过吐槽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到了现在的我们就还有最后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 就是我们要从除了忽兰之外的几个人 六个人中选出一个你们觉得吐得最好的成为我们本场talking 好不好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云气是一个非常高科技的一个这个会 对吧 所以我们今天也会用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高科技的方法 来 拿出我们的这个仪器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是一个分贝仪 是不是很高科技 对不对 好 我们一会儿呢 这样子就是我会喊出他每个人的名字 然后你们觉得谁是冠军你们就用你们的掌声和欢呼声为他们投票 分贝值最高的就是我们今天talking好不好 好 我们忽兰不参选啊 你们就不要等着忽兰了好不好 我们先问一下觉得小美是本场talking的请欢呼 好 106.2 哪位帮我们记一下 你看这个都没有记录功能 我的天哪 太高科技了啊 觉得我们的第二位是谁啊 水域是吧 第二位 水域还记得吗 觉得水域是我们的本场talking的请欢呼 111.6 哇哦 很厉害啊 第三位是我们的程序是吧 觉得程序是本场talking的请欢呼 我们就不记了啊 这个数字这个数字特别的伤人 他竟然不是一个三位数 开玩笑还是说一下啊 90.1 那 好 我们的第四位是那就是我们的呃 程悦是吧 觉得程悦是本场talking的请欢呼 102.2 好 觉得我们的右拳是talking的请欢呼 106.1 觉得我们的姑亲老师是talking的请欢呼 哇 110.7 110.7 那我们的冠军是应该是我们的水域对吧 哇 所以我们的冠军就是我们的水域 哇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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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样子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拿上我们的奖杯和我们的奖品 然后我们请我们的忽兰老师为我们的水域颁奖好不好 我们可以有一点背景音乐吗 这样有点干 好 你拿这两个吧 我们一起合张影啊 为什么我们的音效老师都带着梗我也疯了 好 我这里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这个奖品啊 这是一个实体的那个回车键 就是很大的那种回车键啊 就是以后你穿完一句代码就可以帮 忽兰你想要这个东西吗 我特别想 我觉得特别好 是不是特别适合 对 我写端子也是这样的 我们就光一个光一个对 特别的解压好不好 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拿到这个好吗 然后这样我们有一个一两句的这个获奖感言环节 在这样一个大喜的日子里 新郎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其实本来看到结果我挺开心的 但音乐响起来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并不是那么开心啊 也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 我觉得这个应该大家也觉得非常正常啊 总之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 再次感谢 然后我们也再次感谢在场的每位观众好不好 我们把张声送给你们 好吧 今天是你们成就了我们非常精彩的一次吐槽 然后最后呢 我们再把每一位的参与吐槽的宣称 请到台前来 我们一起来合一张影 好不好 好 你就站中间吧 冠军来 站中间 来来来来 好 我们这边是不是再过来一个人 会好一点 好 好 来 往这边来一点 好 大家可以你的近感 你的近感 不用离那么远 好 谢谢 然后我们还有最后一个环节 我们所有人会蹲到这边 然后跟大家一起来让大合影 好不好 所以你们后排的同学可以站起来 如果看不到你们 前排就坐着吧 对 前排都可以看得到 随着悠扬的音乐 我们吐槽会进入到了尾声 后面可以站起来 然后自己找饭吃啊 用你们的那个那个什么表情动作 来可以举一下手 大家今天开不开心 开心 还想不想继续看 想 就没有了 想看的话明天再来好吗 好的 好的 谢谢 然后我们的吐槽会就到此结束了 最后呢 我还有一些大家不想听的话 刚好我就放在后面 我看一下啊 好 感谢今天参与吐槽嘉宾 感谢到场的大家 你们可以有趣的退场了 我们 有一句话 也是估计老师的我引用一下 叫做我们写的不只是代码 而是我们读过的书 看过的电影 听过的音乐 走过的路 爱过的人 好 我们再搞一下吐槽 我希望能够继续看到你们的面孔 好不好 好我们明年见 拜拜 拜拜 请大家有趣退场啊 外面都走了 哇 他整整两年 没有在半夜一点前回过家 他过去一年打过三万个电话 他五十五岁 终于做回了自己 他花光积蓄和勇气 带宽买了这辆二手车 老板娘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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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开始喜欢这个城市了 他相信 他来到这个世界 不是被帮助的 他到过二十六个国家 他四十年间 从不曾实行于人 他的样子 从没出现在报纸 杂志 或电视当中 世界太大 他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 向前走 世界很大 但只有他的背后 是我们立足的地方 每个认真生活的人 都值得被认真对待 蚂蚁金服 以移动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 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 正在深刻影响全球格局 这一次 中国和世界发达国家 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技术的进步 让金融不再只是冰冷的数字 因为地狱 种族 身份 拜金等带来的社会鸿沟 正在被逐渐消除 起步于2004年的蚂蚁金服 秉承普惠的初心 致力于依托数据和技术 构建并完善全新的信用体系 为小微企业和创业者 提供无微不至的金融服务 把普惠金融 带给全球的普通大众 人员工资 投资的资金比较大 有了旺龙带 它可以让农民扩大这个规模 前期果然投入比较到位的话 苹果应该能卖个好价钱 终止了过数几十年了 你像现在让我在外面大工群 在外面可能逮不住 就像回来 越来越多的农民和常与人一样 通过手机享受着便捷的信息 与金融服务 甚至可以通过购买保险的方式 为衣食住行和农业生产 提供保障 以前每次出门的时候 我都需要请家里人帮我 把钱按照面额的大小叠起来 不过就算这样 在外面结算时 也难免弄错零钱 我也会特别紧张 这个是看的吗 对 这是五块的 现在我们出门 只要有手机的支付宝 就能完成许多 以前无法独立完成的事 2013年开始 无障碍产品的开发标准 被协助的支付宝的开发规范 在手机系统和应用功能 不断升级中 市场人士参与到了 技术开发优化的全过程 现在只要有手机的支付宝 不动障碍 这些都不是问题了 技术的进步 不仅帮助更多人跨越了障碍 更为互联网助力金融 提供安全保障 每天数一笔交易 同时在第一时间 提供风险预警和管控 那么大数据和机器学习 为我们带来更强的风险 争辩能力 生物识别技术 为我们提供可靠的身份认证 所有这些 都是在全方位的保障 我们用户的帐户安全 在蚂蚁金服 有海量的服务器 专门用于风险的检测 分析与处置 上千条风控规则 可以轻松应对 不同的风险预警 在智能风控大脑 和专业人脑的保护下 现在支付宝的资算率 不到一百万分之一 除此之外 完善的赔付机制与保险 也为消费者提供了保障 用一到两元 来保障一百万的保额 这个对于财产界而言 曾经就是天方夜谭 但是从我们 核保的角度上来看 支付宝拥有广泛的 网络人群 因此从风险上来讲 是比较分散的 同时由于支付宝的安全性 以及强大的技术排查 也因此我们特别乐意 进行一些产品的创新和合作 蚂蚁金服自主研发的 金融源平台和OceanPay指示库 不仅仅帮助蚂蚁 自由业务的发展 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 同时作为助兑器 也帮助更多的金融机构 提供安全 稳定 可靠 低成本的金融技术解决方案 技术与数据驱动的 普惠金融创新模式 正逐步形成世界影响力 蚂蚁金服率先 沿一带一路开展战略性投资 把在中国探索的互联网业务 产品和技术的成功经验 赋能当地企业 为当地居民提供 安全 便捷 平等的金融服务 我住在古德里 而且住在古德里里 有很多东西 东西在古德里里的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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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族已无辞到 其实路通过因前 的公司信息 用了继续 非常自然状伸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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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aux 中国技术和经验的输入 帮助PayTM提高了服务 小微人群的能力 和对金融场景的理解 未来蚂蚁金服还将联合更多合作伙伴 在全球范围内服务更多的小微企业 和大众消费者 我们期待 未来无论身处何地 无论身份背景 无论肤色种族 全球的小微企业和普通消费者 都能享受到安全绿色便捷的 普惠金融服务 数字经济时代 线下门店最缺的是客流 如何能像线上那样精准营销 数字化运营呢 这是一门技术活 阿里云联合多家合作伙伴 在新零售领域推出数字门店解决方案 该解决方案 通过用户特征和线下地域信息组合 可以为商家锁定门店周边的精准客户 从而吸引客流 以李宁世博原店为例 商家可以通过云马等渠道 服侍到周围三公里的商圈 客户在商区内通过自动售卖机 租借充电宝 分众传媒等终端扫码互动 接收到门店的优惠券信息 直接进店消费抵扣 通过物联网的能力 打通线上线下的全预会员信息 从顾客一进店 就能识别出顾客的信息与喜好 从而实现精准的店内商品推荐 提升客户的粘性 商家除了更了解消费者外 还能借助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能力 分析出哪些人群 对哪类商品更加关注 哪类商品试穿到购买的转化率更高 形成货品与会员的匹配 货品与店铺的匹配 为店铺运营 提供更精准的决策依据 另外 在到店顾客试穿时 还能通过电子货架 推荐适合的款式 实现线上笔价款 线下试穿 快递到家的全预优质服务 如果你和李宁在师博园偶运 还可以通过店外的电子橱窗互动 获取会员体验优惠券 然后直接进店 选购自己喜欢的商品 当然 技术的力量远远不止于此 数字门店解决方案 还可以通过